欢迎来到鞋子传 我是维嘉 新春价钱买新衣换新鞋老习俗了 各大品牌CNY搞生肖款割韭菜也是必备环节 所以每年的CNY款想必大家也是心情复杂的 想它行又怕它太行 但多数是不太行 而且穿CNY总有一种尴尬 就是过完年之后你接着穿 全世界都会知道 嘿你看那家伙 肯定是过年的鞋子现在还在穿 你有过这种尴尬吗 在这里回博一 所以今天价格给大家带来几款 不是CNY却年未在线的500元内的百搭选择 有的甚至三字头就可以搞定了 OK那么今天来看一下这五双干货推荐节目 最后记得参加五双当中的最佳投票 老规矩环节依然在线 我想那双鞋子不是我的 现在给第三连来个关注 我们看看第五位 Adidas Original Campus 酒红配色 滑板加入到奥运的比赛项目当中 Nike的火热Dunk风 让不少的品牌纷纷掏出了自家的滑板鞋型 可惜在大多数的人眼中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滑板鞋 Dunk 以及其他滑板鞋 Adidas Campus 有多经典相信不用多说了 大家认为脚感会略优于Dunk吧 呃 或者可以说 一样都没啥脚感可怜 磨砂皮的鞋面质感依然到位的 酒红色低调之余呢 又饱含城市男孩的品味 过年亲朋好友聚餐把酒研花 一看你这些 嗯 这小伙子今晚小个红的 优点是价格便宜 而且阿迪嘛 用料一点都不含糊 缺点是脚感过于平时 夏天穿的话呢 估计会更好了 来看一下穿搭示范来打个分吧 第四位 Rex OG Era LX大红色 妖果花火爆的2020年 如果你还没有一双妖果花单品的话呢 过年务必给自己搞一双 红红火火乐开花 妈妈见了都把你花 就是妖果花 而懂货的兄弟呢 哪怕再小的一个花朵也能从你身上发现 并投影共鸣的目光 The Gangster you know 依旧是Era 协星经久不摔的轮廓 任何的色彩加上妖果花元素呢 就突然间 有Gangster那位 加上大底包边胶条上面Cannifania的文字 以及海边落日的图案 新年穿有年尾 年后穿就西海岸尾 微信转账三百多 就能帮你回到洛杉矶 你懂我意思吗 优点是协星经典 简化的妖果花元素 点缀还不错 缺点是整体大红色略跳的脸 看一下穿搭图 1到10分打个分 第3位科目本 Jepicel Probe 失失了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球鞋圈流行起来这种可失开的设计 可能是品牌方考虑到鞋友 通常是男性居多 而且男人嘛 偶尔总想撕点什么 撕点什么 你可不可 我从没拿钱给你喝 外表是普通的黑面白底开口笑造型 寓意不错嘛 大过年的笑口常开很重要 而如果你实在觉得黑面太普通的话 完全可以拿起剪刀 播放一首好运来 让底层的火焰图案露出来 好家伙2021红红火火就是你了 优点是开口笑寓意好 黑面白搭 湿开绚丽 缺点是湿也是一种守活 分分钟湿蝉 而且千万不要用烧的这种烧操作 来打个分吧 第2位Nagicott Version Low 白红 那如果你对于小白鞋有直线弹过年 非得搞点红才有年味的话 那这种白红配色最适合了 被叫做减版Air Force One的Cost Version Low 价格是Air Force One的三分之二左右 可能有的人问 那干嘛不买一双Air Force One呢 对我自己也这么想 但你千万别想看这三分之一的价格 从平台交易的上面来看 便宜的还是会像一点 虽然是减版的Air Force One 但是Cost Version也是一双OG的 复古篮球风格的休闲鞋 鞋头相对Air Force One来说 会尖而且扁长一点 线条上面会更加修身 比伯同款加分不少 但是鞋底真的是硬硬硬 优点是简洁的配色 价格公道 缺点是鞋型挑角 也很硬 来打个分吧 第一位Puma Street Classic 一口红色 一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Puma 经典版鞋 作为80年代经典的鞋款 嘻哈街头 运动街舞等等的元素 都在这双鞋也上面留下过痕迹 十字金字品牌 依然毫不吝啬的用明星代言上脚来给它带货 就算你暂时没有把眼睛闭了起来 你也会知道这双大红色是许冠和铜款 没有花里胡销的新年元素 测标Puma金色logo 配以新年大红色以及金色logo的汤印鞋垫 加上后标再来一个很有气势 很威猛的汤金标马logo 是不是好有气势好威猛 又大吉大利 吉祥优异 优点是配色吉祥好看 年后穿也必感经典 缺点是低帮鞋的痛 北方兄弟们实在冷的话 要不如穿上厚袜子试一试呗 好吧 老老规矩环节了 五双当中哪一双最佳 请在这里投票告诉我 票是最高的那一双 不是我的 是谁不用说了吧 看节目的各位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社会工作者 不管你是价格高低的选择 还是说你家里面 有没有这个习俗传统 过年请务必给自己买一双新鞋子 新年一年 希望大家可以步步高升 一路顺 下期节目再见 家里还溜斌